近日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 大陆的军力扩张正在包围台湾 国际社会应该更加关注所谓台湾的存亡 有专家指出 日本三番五次在台湾问题上发声 是在替美国向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采访时 试图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 妄言中国大陆采取各种行动来包围台湾 日本近期多次恶意炒作台湾议题 上个月 日本政府打破惯例 在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中首提台湾稳定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认为 岸信夫的最新涉台表态 是日本进一步干涉台湾问题的体现 对此 横滨国立大学北京中心主任刘庆斌2号表示 岸信夫等人近期的涉台言论不太像话 三番五次在台湾问题上发声 除了替美国向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外 也企图通过此举向中国要驾 日本企图在第一岛链谋求战略存在的政治野心暴露无遗 对于日本恶意炒作台湾议题 中国外交部此前已多次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大事不可阻挡 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企图 都是塘壁当车注定失败